台东县赤同部落骑老用竹杯装酒 尽天尽地为台东县南海生活界开幕祈福 美国夏威夷族的国宝籍造州大师Ancle K 也用他们传统木碗装椰子水 邀请来宾阿美族骑老把水倒进大海向海致敬 也请其他来宾把椰子水倒在参加活动的支架大洋洲上祈福 还各自吹着海螺和竹子座的号角告知祖林保佑 两国两族相似的海洋欺负仪式 再度展现南岛民族紧密连结的文化 台东县政府表示 南海生活节会在台东海域推展海洋休闲观光活动 并且和夏威夷、齐摩凯基金会合作 推广太平洋原住民部落生活体验 波罗尼西亚航海协会在明年即将从阿拉斯加出发 环绕太平洋一圈 台湾也在它即将拜访的目的地之一 南海经济这一块是我们海委会现在重点在协助地方政府推动的 原本从夏威夷带来的支架洲要下水滑向海洋 但受到台风外外环流影响风浪太大取消 不过下星期还有南岛民族的海上传统迎兵仪式 台美两国原住民共同推广太平洋的南海经济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